本节目由 尼采国际文教机构冠名播出 英国地零留学选择单性学校和合校 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些家长就担心什么的 就说要早恋怎么办 他们不需要女儿 在英国扮演的去演真还转 你的个头甚至都不如人家 会不会被欺负 比较放松也不用在意 就是一些尴尬的事情发生 学生的社交能力 是不是单性学校的阿克流斯之种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外陆路通 以当为您提供全新的海外留学 和投资资讯的节目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 依然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 尼采国际文教机构创始人 英国地零留学专家高茂凯先生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是国际教育专家 郑天康先生 大家好 第三位给大家介绍的是 是一位学生家长胡创先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其实今天咱们要聊的 这个话题是说 英国的男校女校和合校 混合校 虽然我们已经很熟悉 这个名字男校女校 但是它还是有这么一层 很神秘的面纱 所以我们海外陆路通的 外景设置组呢 也是特别去走访了 英国的男校和女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到英国基础教育 不得不提的就是 英国历史悠久的男校和女校 有像伊顿 哈罗 国王的男校 也有圣保罗 罗廷巴德明顿这样的女校 历史悠久 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 一千年以前 这些学校建立之初 是为当时皇室贵族成员服务的 直到十九世纪末期 第一所男女混合技术学校才出现 二十一世纪都过去十多年了 人们都会有疑惑 男女分校真的还有必要吗 但是数据是不会撒谎的 英国前一百名寄宿中学里 百分之七十是单性别学校 前五十名里 女校更是占据半壁江山 而且从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看 单性学校的学生考入牛津 剑桥 杜伦大学的比例更高 这次英国之行 我们也抓住机会一探究竟 舍伯恩距离伦敦两个小时车程 历史悠久的舍伯恩男校 和充满活力的舍伯恩女校 就坐落于此 这个看似哈里波特魔法学校的地方 就是英国舍伯恩男校的所在地 那么学校创建于1550年 在400多年的历史当中培养了无数的优秀毕业生 其中包括在二战时期破解了 印尼格马的艾伦图林 还有酷玩乐队的主唱克里斯马丁 堂队庄园的男主角Hugh Bonneville等等 学校在注重学业的同时 也非常地注重学生个人的充分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所 和英国传统寄宿制男校看一看 它是一个很古代的学校 但是它也有很新的教育 这就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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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高兴 因为学生的学生 他们非常感兴趣 他们去到英国最好的学校 学校和世界各地学校 但是我也是很高兴 因为他们的性格 有所发展的 他们有信心 创作人们 他们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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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要有影响 世界上 从伦敦搭乘火车 两个小时就来到了 风景宜人的英格兰小镇 赛博恩 时间于1899年的 英国传统寄宿制女校 赛博恩女校 就位于此 小而言 但同时 军之士 ytic战 掌斗 神儿 我们是非常 不崴学校 华 他们也有信心 和能不能够 掌握 什么 他们会想 在utar 作出 未来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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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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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alk to them about having choices and being able to step back in their sort of early 20s and think actually I've got lots of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here I might go and be a scientist, I might go and be a lawyer or a doctor but actually I might choose to do something artistic or musical or even stay at home and look after my family and for me it's all about women having the choice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when they get into adulthood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单性学校呢 现在就让我们和学生们聊一聊 You make really good friends and you can't get distracted by anything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your appearance and you feel really confident to support everybody 我以前都是在男女混校读 但是我父母说在英国的话最传统的就是女子技术学校 然后因为听上去也很酷 比较放松也不用在意就是一些尴尬的事情发生 因为大家都是女孩子 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学校我非常喜欢 而且因为它不是同学 但是女孩子的学校就在路上 一说起英国教育 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绅士风度 淑女气质 在注重学术的同时 全方位素质教育潜移默化地在校园里开展着 更加学会跟别人相处 因为天天和一帮女孩子 住在同一个学院里面 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闹剧 但是因为你每天都要见到他们 所以不得不要妥协 然后之后就发现自己 有时候性格少有点小问题 什么都会发现 能够针对单一性别 制定更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也是男女校的优势所在 男生都会得到正确 他们会得到正确 它们是一个全 boys school boys do like to knock up against boundaries but we need to make sure those boundaries are in place so I would always try and be consistent and fair but firm as well the principles of being here were that the girls treat each other as they would like to be treated and that they learn how to adapt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what I'm really aiming for is when the girls leave here that they understand how they should behave that they know that the rules here were for good reason and actually was so that they keep themselves safe and they keep their dignity and self-respect intact 这边我想问一下胡爸爸 您肯定是特别有个性的一个人 给儿子几个名字就叫胡里奥 对 然后是不是他出生的时候 你就考虑过要把他送出去念书了 基本上是在他读小学的时候 就有这个想法 他是在一所男女的合校里 对 没错 那我们其实知道英国的男校是很棒的 为什么没有想这样选择呢 首先他就读这个学校叫做 The King's School Canterbury 非常棒的一所学校 历史底蕴跟学术的氛围 是我所欣赏的 我们孩子出去比较小 包括你的个头 甚至都不如人家 会不会被欺负 因为都是男孩子的话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但如果女孩子的话 我觉得会有一些 家庭或者是温馨的感觉吧 说到男校和女校 我觉得可能首先是性别上的不一样 那么在英国本土的话 这样的学校 它的校规各方面 是不是也会有所不一样 对男生跟女生的一个教育 甚至管理方式 是要略有差异的 男生学校阳刚气息比较浓厚 他们不用去在意异性的眼光 年轻的学生 如果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女孩子的眼光和关注 男孩子会反而比较 要把自己表现得好一些 如果全部都是男生的学校里头 那就男孩子会经常打架 所以这是我选何校的原因 针对男生的管理 是需要给他们制定一个 清清楚楚的一个游戏规则 比如说你不能动手 不能歧视 或者是不能有轻蔑的语言 否则应该会怎么样怎么样 女校以我了解 是比较柔性的诉求 他们会是比较倾向于是用开导的 又开导的方式 要照顾女孩子的情绪 对 单性别的学校就是更多的 从性别角度方面的话 能够更多的给学生进行关怀 学习上面也好 生活方面也好 心理方面的疏导也好 包括以后针对女性将来的就业 包括以后的社交 在这方面的话有更多的关怀 刚才两位专家讲到 有一点就是男校也好 女校也好 他们在管理的时候 可能就更加的直接 更加的针对 更加的纯粹一些 那么像胡理奥 在这样的综合的学校里头 是不是因为男女生 已经非常的平衡了 所以在管理的时候 可能有些条条框框和规定 就没有那么的严苛呢 严格 当时我看他们的校规 大概有这么厚 包括男生的你这个发型 你不能留长发 包括不能吸烟 反正我是自己感觉 不是那么阶线明显 跟男校女校有那么大的骨头 对对对 没错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 英国单性学校历史悠久 学校排名靠前 单一性别让学生 更加专注于学习 学校可以制定 针对性强的管理方法 同时潜移默化 培养绅士风度和淑女气质 那我想到底男校和女校 存在留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是不是仍然有必要 各自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下一节中您将看到 他们不太担心 如果是很酷 或者是很聪明 所以他们非常努力 他们做了很多科学 很多科学 你能处理教育 特别为男生 要联系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 海外陆路通 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 两位专家 在英国的男校和女校 他们的优势到底在什么地方 单一性别 无庸置疑能够更专注 在学习 在考大学的这个成绩 我们来看 还是以单一性别学校 为大多数 能够占据排行榜的前列 不是吗 男生更早发展的是肢体的技能 那么女生这一块的话 更多的性格发展 他们叫一种精细的技能 什么叫精细的技能 比如说他们会喜欢这种书写 阅读写作 那么男校也好 女校也好 其实每所学校风格也是很鲜明 也有他们的特色课程 所以接着下来 请大家跟着我们的外景设置组 去英国看一看 那些男校和女校的特色 到底在哪里 其实英国中学课程紧凑 学生每天的生活都相当充实 无论男校女校都会开设音乐 体育 和艺术课程 我做了很多活动 我玩礼于 我玩辄队 我打碟和音乐 我参加合唱队 合唱队还有 机剑 还有羽毛球 我认为美国华社 因为她帮助我 帮助医学院 选择 有谈判社 我也做到游戏 然后玩球 我也有镜球 因为我喜欢照片 男生擅长理科 运动 女生文科和艺术类课程更拿手 这些思维定势在单性学校被打破 男生毫无顾忌地在合唱队 和艺术课堂上施展才华 同时女生对数学和化学课程 兴趣浓厚 我认为女生在自己的学校 她们也不会惹怀 是否很酷 所以她们工作很努力 她们做很多学习 很多科学 她们经常通常常会做的事 女生在学校 在学校中 你能够让女生在同一场地 你能够接用教育 特色课程 所以在我学习 我用了比赛 因为男生在比赛 我觉得我会使用这些课程 男女校还有一些特色课程 女校设有烹饪课程 和纺织等特色课程 男校会有学生联合军训 和水球等课程 其实学校这么大 有这么多的课程 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 短片里面的一些课程之外 男校女校还有些什么样的 有意思的特色的课程 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学科的选择上 它要依据是不同的年龄段的 在16岁以上 在进入大学前两年的一个 A-level的一个高中课程 比如说男生可能选择的一个 将来大学的一个去向 是比较多的 那在某些不受欢迎的学科 比如说包括舞台表演 或者是一个英国文学 或者这些科目可能就不开设 OK 就有这样子 那当然对于工科 科学 或经济 法律等 医学等等 可能更多男生是感兴趣的学科 那这些单一性别的学校 比如说男校 它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区别更多的体现在课外活动上面 女生的话可能会经常会有些 加征类的一些课程 包括体育运动的话 比如说无框篮球 英文叫Netball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无论是在英国的男校 女校还是混合学校 包括在大学里面 其实兴趣小组的开设的话 确实是完全根据学生自己的兴趣 像女校的话 她们四个女生特别喜欢吃巧克力 她们就开一个爱巧克力俱乐部 然后她们的活动内容是什么呢 对 她们的活动内容的话 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巧克力 品尝各地的巧克力 我们胡聊曾经包过一个阅读小组 就他一个人 那也称为小组 他既是组长又是组员 他一个人 刚才您其实也讲到有一点 您会选择合校 而不是男校和女校的话 就是考虑到孩子的一个交际的 社交的能力 因为这也是成人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 必须具备的一个能力 那么在男校和女校的话 是不是就针对孩子在毕业之后 能够一样具备有用的社交能力 有一些特别的课程或者是方式方法呢 广告之后我们就来聊 下一节中您将看到 单一性的学校并不是说是没有跟疫情接触的机会 这个父母亲认为 女儿一定要念混校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们不需要女儿呢 在英国扮演的去演《甄嬛传》 有很多机会 特别是在社交系统集中的机会 特别是在社交系统集中的机会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海外露露通》 那我想在家长选择这个男校和女校 或者是混合学校的时候 可能如果要想选择前者那些具有悠久的历史 而且是教学质量非常优秀的 男校和女校的同时会有一点顾虑的 这个顾虑的话就是 我的孩子怎么将来跟异性交往 或者说我的孩子的社交能力 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单一性的学校并不是说是没有跟异性接触的机会 课与活动啊 包括竞赛啊 周末啊 经常会有跟结队的学校进行这方面的一些交流 其实他们会也很期待 就是进行的校际的交流跟活动 比如说国标舞或者是球类运动 或者是一些比较温馨的一些软性的一个活动 把自己呢就是打扮了最佳的一个状态 来面对校际交流 那么去混校的学生的家长的话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担心孩子早恋啊怎么样 有一次我跟我们这边的一个监护老师 去看望我们这边在英国一个混校读书的一个学生 这个男孩子桌子上面有一张 跟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合影的一个照片 马上第一个反应说 这个男孩子谈恋爱了 后来跟他们的班主任 跟他们的house master聊 跟他们的校长聊 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吃惊的话题 他们觉得这很正常啊 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喜欢你 或者有一个男孩子喜欢你 这个年龄的孩子生理心理的发育 这是必然的 你应该觉得高兴 因为你有魅力才会吸引到异性 对不对 在真的还有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去引导去怎么去绑住她 就是高庭 你现在还是以学业为重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你胡宝宝 因为你是儿子 是男孩子 所以的话这方面的担心更少一点 国内的学校大部分都是混校 所以女孩子还是会希望 出国也能够念混校 但事实上他们的父母亲 出于一些安全 或者是早恋的一个考虑 会是希望女儿念女校的 但也有一些家庭提出说 这个父母亲认为 女儿一定要念混校 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们不希望女儿 在英国扮演去演真还传 还是说到那一句话 男校女校也好 在英国它存在了那么长的历史 历史那么悠久 肯定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可行性 所以我相信在男校和女校里头 就我们刚才讲到的家长所担心的 孩子是不是出来之后 他的社交能力就不够强呢 我们也实地采访了一下 大家来讲 有些家长会担心在全寄宿学校当中 男生和女生会互相影响 那他们就会选择男校或是女校 但是又有一些人会认为 这样学生们的社交能力 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社交能力 我们的社交能力 非常幸运 我们的社交能力 我们的社交能力 而兩院的學校非常深入 你會找到一個學校的學校 有男生和女生 有些工作我們做的學校 有男生和女生的學校 有些社會的社會 有很多機會 有很多機會 特在夜間的社會 有些社會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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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和女生 有些機會 有些社會的社會 有些社會的人 有些社會的社會 所以有很多人進行 有很多種類的社會 我們在六層的社會 我們有很多的社會 在學校的社會 我們有很多 學校園 我們有很多 學校的社會 我們準備好學校 我們一起去 我們來準備好學校 我們一起去 在聖明星期六 我們有一個社會的社會 專業的社會 有些社會的社會 可以和其他人 在一個社會的社會 所以我相信 女生和男生離開學校 他們跟其他人相當好朋友 所以從我的看法 這是最適合的 因為當時我對女生的教育 我非常認識 我們在同學的世界上 採訪中 學生也沒有表露出 對自己社交能力的擔心 每週一天 我們會有這個 叫《STICK》 我們會跟女生一起 一起聊天 我們會跟他們聊天 然後會有個派對 我們常常在週末 通常會在街上 一起聊天 或一起去拍攝 但是在週末 你也能看到他們 如果有新的工作 看完了短片 其實老實講 主持人有些糊塗了 我不知道 如果我的孩子 我應該是從他們去 單一性別還是混合學校 感覺真的是各有所長 我想除了適度的尊重孩子之外 身為父母親的自己 應該更清楚自己 孩子的一個傾向 那你目標鎖定的 是頂級的這些學校 那你會看到 大部分是男校 那你如果小孩子 能夠考上 Edon Haro Winchester 或這樣的學校 那我認為 那當然是非常慶賀的事情 讓他進到最頂級的學校去學習 男校女校沒有好壞之分 包括合校 我覺得適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的話 其實家長最最關鍵的 還是要什麼呢 還是要知己知彼 知彼這塊的話 你就要了解 合校 男校 女校 分別有什麼特點 然後的話 你結合自己的情況 做出一個選擇 應該是因人而異 還要家長就是知己知彼 對 在這裡非常感謝三位嘉賓 給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希望也給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有所幫助 我們也歡迎您 關注我們節目的 微信和微博 ICS海外陸陸通 同時您也可以寫 E-mail到 go abroad at ics.smg.cn 感謝您收看了本期的節目 下周同一時間 我們再見 英國寄宿學校 花費之多少 最重要的 在這些學校的 是職業的 我常常做 音樂的職業 網球和地球 有錢就一定能讀嗎 即便你願意去捐獻 不少的錢 來蓋一個圖書館 游泳池 實驗室等等 學校也不會考慮 不然的話 伊頓工學就是被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都要踏破大門 下周六晚 海外陸陸通 帶您一探究竟 英國人 英國人吃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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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土豆 他們對土豆 有一百多種烹飪的方法 所以吃土豆吃有點土豆重度 其他美食 你最想念上海的哪一種食物 青菜麵 因為在這邊根本吃不到煮過的蔬菜